大家好,我是王宇 今天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历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 夏季奥运会继承了古代奥运会奥林匹亚德周期的传统 也就是说,无论举办与否 它都是按照奥林匹克的周期进行计算 举个例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 如果按照实际举办借数来计算 是实际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 由于一战和二战原因 中间停摆了三季奥运会 但是借数依然被算在里面 冬奥会与夏季奥会不同 是按照实际举办的举办次数和借数来计算的 比如2022年北京举办的是第24届冬季奥运会 那么也就是说前面已经实际举办了23届了 从表格中,我们看到从1924年到2018年 共举办了23届冬奥会 欧洲举办了15届 北美洲举办了6届 而亚洲仅仅举办了三届 第一届冬奥会在法国向蒙尼举办 参赛的国家地区数为16个 大项4项,小项16项 参赛运动员258人 记心你会发现 1940年和1940年的冬奥会 没有在表中出现 那是因为他们被中断了 1936年冬奥会之后 第五届的冬奥会原计划于1940年 在日本扎黄举办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政府在1938年宣布无法举办扎黄冬奥会 瑞士的圣莫里茨成为了候选城市 但由于1936年冬奥会上 国际奥委会禁止滑雪教练 参加高山滑雪比赛颇有意见 瑞士方面也宣布放弃承办权 1939年,德国向国际奥委会提出 上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 加米诗和帕腾基星 也可以举办第五届冬奥会 可惜的是最终第五届冬奥会 还是没能在1940年如期举办 原因是几个月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